警车怎么变成玩具了呢 最近网路上流传了这段影片 拍下有移工在警车内 嚣张的抽烟 还把玩方向盘 甚至坐视要发动警车 夸张行为引发一片哗然 警方在启动调查之后坦诚 是巡逻远警 同意让民众进入车内的 确实管理不当 也火速祭出处分 男子带要大败打开车门 一屁股坐上警车 大啦啦拿起手中香烟 不停抽啊抽 下一秒不仅伸手到钥匙孔旁 坐视发动 还移到驾驶座上 继续把玩方向盘 竟然把警车当成玩具了吗 夸张行径民众只摇头 事发在上个月27号 永安当时巡逻远警 到新竹县接驶巷执行时 碰上当地移工 要求参观警车内部 远警当下也同意 才会出现这荒唐行为 分局火速祭出陈处 以熄火起下车钥匙 下车所望时 应当地居民请求 同意进入警车内部参观 对于同仁为能注意 装备安全具体部分 本分局也已陈处 即便当时车辆熄火 钥匙也有拔下 但允许百姓进入警车内 仍违反装备管理规则 即申戒处分 毕竟有人上警车 又是抽烟 又是把玩方向盘 都以大乡警方 供权力形象 解新竹最后报道 练乡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